北部幼儿园爆发Delta病毒群聚 这是让全台的疫情又再次绷紧神经 高雄市议员李亚芬对此感到相当紧张 因为正值新学期开学 而学童们的疫苗覆盖率未达一定程度 因此李亚芬也呼吁对于校园防疫的规定 一定要仔细落实 我们也很害怕说 如果真正这个病毒进到我们高雄来的时候 我们的市长一直在讲的超前部署 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去落实 因为像我这里接到非常多的陈请案 他们是希望说他们家的学生 可能即将要到外地去读书 尤其在打大学生这个部分 像我家里今年也有一个大姨新生 问题是他到现在还没有打 我真的很希望说在这里呼吁我们市长 能够针对学生的部分 尤其是我们自己高雄在地的学生 能够赶快把这个疫苗能够让他们优先去打 而中秋假期即将到来 民众南北移动的状况也相对的比较频繁 丽雅芬就希望相关疫情防范真的要做到位 另外疫情之下相关的校园线上教学系统 是否都已经安排妥当 丽雅芬也认为教育局要赶紧将系统普及 完善照顾到孩子们的受教权 也有接到大学的通知就是说他们在9月13号开始到20几号是 又才线上教学嘛 但我们我前一阵子跟我们教育文会去熊女去考察嘛 那我就觉得说他们在这个部分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在这要呼吁我们局长跟市长 希望尽快把这样的一个设备能够普及到国中国小 那甚至于高中 然后让学生能够安心的去就学 该部疫情再度紧张 南部是否会跟着受到连带影响 超前部署是否更完善 恐怕要全民共同赶进度 将防疫工作做到滴水不漏 才能够一同守住疫情 避免再次爆发带来的影响 记者李佳龙 庞文玉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